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装输送带时 紧防固定丝夹住输送带 调节输送带松紧 接通际线 调节输送带前面两个调节丝 输送带松紧度不宜太紧 输送带正常运转为宜 打开成型控制开关 查看输送带运转是否正常 2. 开机前准备 检查各个颈护部位螺丝在运输过程中有无松动 启动成型控制开关 取线盘 成型盘 输送带 逐个刷油 2. 墓口 模具的选择 本机出厂佩戴三套模具 37号 42号 46号 37号模具可加工连皮带线40克以内的包子 42号模具可加工连皮带线70克以内的包子 46号可加工100克以内的包子 如需加工超大或超小的包子 请联系厂家配发特殊模具 3.开机操作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模具 接下来我们以50克包子为例演示 拧上42号线管模具 将和好的面放入面仓内 打开工面开关按照视频操作 将机头充满面 让工面系统正常运转一会儿 假定打开工 大压平 正常运转助 加工大压平 家用器械 加工地 关闭锅面开关 将面皮模具装入机再变转 打开成型控制开关,旋转调速开关。 一般新手操作建议速度开至30左右,成型系统是整机的工作效率。 打开弓面控制开关,旋转调速开关调至20左右。 现在,弓面系统与成型系统配合生产出包子皮,也就是面剂子。 称一下重量,根据自身要求调包子皮大小。 以50克包子为例,包子皮30克,线20克。 如果现在出来的包子皮重量小,顺时针旋转弓面调速开关,将冬面速度加快,然后再称包子皮重量。 一直调到要求的包子皮重量。 此过程不浪费面,出来的包子皮可以放到面仓,继续使用。 调好包子皮重量后,关闭成型与弓面系统,将调好的线倒入线斗。 打开弓线开关。 顺时针旋转调速开关,靠至20左右。 用手堵住线口,将线管内空气排出。 手感觉线已出来,而且有压力后,关闭弓线控制开关。 然后,依次打开,成型控制,弓面控制。 弓线控制,包子出来后,称第三个包子重量。 如果没有到50克,说明线小的。 旋转弓线调速开关,根据重量差距调速时,然后再称,一直调到要求的重量。 4. 机器的清洗 拧下机头圈 单独打开弓线控制开关,将面仓余面出完,然后关闭弓弓弓开关。 单独打开弓线控制开关,将线斗内余线出完,然后关闭弓线开关。 筹底部 Ohhh 筋子ni 筋裙 筋拿出 筋同� 筋裙 筋铲 筋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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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阳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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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阳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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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包子底薄的原因有三个 一面太软 机械是将面做成空心面管然后灌线成型的 如果面太软面管会下垂造成底薄 二模具没有配好 每个模具都有加工范围 请根据模具范围选择模具 三包子皮和线的比例不合理 线太大超出了正常比例 二包子裂口 一 活面时水分太少 二 线的水分太大 家阳器械 面醒发的太大了 机器做包子要在面完全醒发之前做成包子 然后醒包子 解决包子裂口最快而且有效的办法就是打开机头圈 单独打开弓面控制开关 用弓面装置把面揉一遍 然后装上机头圈再开机加工 三包子掐不断 调整成形块形成 抽开成形盘边上的曲线盘护照 松开中间固定丝 右边的顶丝松一圈 左边的顶丝解一圈 紧固中间固定丝即可